好,下面我讲一下在这个OpenWRT路由器当中安装VPN 就是在这个OpenWRT路由器当中安装PPTP VPN 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也失败了很多次 那么我们也来先看一下这个路由器 好,先看一下这个路由器 我这个路由器还没设置,我来设置一下 我这个路由器装在虚拟机当中呢 我来马上把它设置一下 我把它的这个IP地址 是射程4.110 好,我们把这底下 Option Option 网关 Gateway 设成 和我组路由器都一样的 1192.168.4.1 好,把那个DNS 也设成 和它一样 好,我们把网卡重新启动一下 好,下面我们从这个浏览器来访问一下这个路由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好,这个路由我们登进去 那么大家看 现在它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标题栏是没有VPN的 好,我们先登进去之后 我们把系统先升级一下 好 好 系统在升级 升级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要准备几个文件 准备就是一个文件 就是 就是这个 IPK文件 LucyAppPPTP-Server 这个IPK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你要自己去编译 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编译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安装了 安装完了之后 它会把所有的依赖都安装好 好 好 下面我们好 这边升级完了 我们把这个文件传到TEMP目录 4.1110 好 这个文件传过来了之后 然后我们到TEMP目录 安装一下 它会把所有的依赖都安装好 好 我们看这样 把这个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刷新一下这个路由器的界面 这多了一个选项 PPTP-VPN-Server 好 我们来把它启动一下 这个enable 大概勾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本地IP地址 要和你这个路由器的IP地址一致 好 4.1110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从20到30 那就是从这个路由器的地址 IP后面往后面算 那我们就是4.111 往后面加个10个 或者加20加30都没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也改成你组路由器的IP地址 好 就路由器的IP地址 4.1 好 然后这个 用户名test 好 密码 比如说123456 比如说是这个 让我保全一下 好 这个服务没有启动 我们把它再启动一下 这边在 ETC 的 PP 好 现在它的这个颜色变绿了 就表示启动了 那么它前面还有启动项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PPTPD 我们把它这个enable点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PN的设置 设置完了 然后我们来尝试拨号一下 能不能拨上去 我们看我原来设置这个 4.110 看看这个连接名称 连接地址 这个类型选自动 然后test123456 好 我们来拨拨看 好 它这个就完成了拨号 但是这个拨完了之后 大家看这个就不能上网了 这个地方它显示两个都不能上网 那原因是什么呢 好 我们先把它断开 那我们把路由器重新启动一下 好 我们把路由器重新启动一下 好 看它这个有没有好启动完了 我们再登进来 好 看这个VPN没有启动起来 没有启动起来 我们来看看这 好 现在已经启动起来了 启动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拨号 我们看看能不能拨进来 拨进来之后 然后你这边这个 要点显示是internet访问 好 看注意这个图标的变化 它已经变了 就是这次可以是显示internet访问的 好 这个表明我们的这个拨号就已经成功了 那么如果 你是从外网拨号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改成你外网的IP地址 如果你是这个动态的IP地址 那么你要安装动态域名 ddns ddns 就这个地方 然后填写你获得的域名 好 这个 今天就讲那么多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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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